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有身份证后有护照 因为我们在国内核发护照是根据申请的要出示他的国民身份证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礼拜二下午 我想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有关我们韩国侨胞的问题 他们非常的不平 认为我们一本护照两种待遇 我想这么多年了 他持续跟我们申请都没有下落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是不是无解还是有解 基本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会议的主持人所提的 我们国家有怎么样的整体的人口政策的问题 那么这些侨胞 他们到中华民国来 我们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欢迎他们 这个必须要我们政府有一个整体的做法 那么目前的做法是说虽然他们拿了中华民国护照 有关他们希望要求能比照国内的国民 能够享受这么多国家免签落签的待遇 我们外馆才有一个努力的空间 我想我们今天行政单位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率 我想这件事情 刚才我们主席也提到了 我们一起到马来西亚去感 感受非常的良深远 人家可以将一个月的问题变成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的问题变成当天 当天的问题可以在一个小时解决 我怎么马来西亚人 我们不能呢 我们这么多单位就变成三个合照 没水吃啊 我想这件事情呢 我明天下午还会召开我们跨部会的这个协调会 必须要面对解决嘛 哪有那么难呢 有那么难吗 当然 我们为了安全 我们可以采取我们应该有的防范措施嘛 否则你是无人嘛 这一群人 几十年以来都是热爱中华民国的 你一定要给他推到境外去 你于心何人啊 我们希望我们公务员的心态 是解决问题 一个优质的公务员 而不是朝九晚五办工作混时间的公务员 这一点我想就让你认同吗 是的 我想这件事情 必须要勇于面对 没有什么难嘛 这件我想这个资料上面 你们也看到了 外籍人士 不必加签 结果我们的人要加签 一笑大方嘛 不一笑大方吗 下面 好了 化石天竺 这不是化石天竺吗 本护照不适用部分国家 免签正计划 你不是叫他去得罪人吗 请问你部分国家指哪个国家 你叫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就得罪啊 很简单啊 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文字出现呢 合适吗 我不讲一本护照两种待遇 这可以吗 好了 他如果获得签证以后 可以在台湾停留多久啊 其实他是路径许可证 那么是由我们这个 好 那一起上来 你们两位一起上来 陈伟也好 你好 我请问一下这个署长 如果说他获得签证 可以在我们台湾停留多久 他这个校旗应该是跟他护照相同的吧 就是 就是韩国华侠这个身份嘛 他签证 如果可以停留多久 你知道吗 这个是 三十天 三十天 我告诉你 但是我请问一下 今天是韩国人 拿着韩国的护照停留多久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韩国人如果是用免签证的方式进来 是可以停留九十天 对 你看看 我们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 到台湾来签证合格 只能够停留三十天 结果韩国的 韩国的老百姓 拿着免签证进来 是九十天 这还有 天下还有这个道理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问书长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移民法修法草案 已经有列出来 这个部分 以后可以免签或者是才落地签 当然 这个是 一个调整了 那 如果这样去做比较的话 或许会觉得 毕竟在我们移民法里面 我们把这个国民分成有户籍跟无户籍的国民 所以无户籍国民 它的确它目前很多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不完全等同于有户籍国民 但是这可能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的一个背景 所以当然 韩国华侨大概都会觉得 这个相对而言是不公平 我大概一年多前去韩国的时候 当地华侨大概也提到 那其实我们回来之后 几个相关单位也一直在研究 我想前几天 委员这边也 也主持一个 我们会一个专案小组会议 我们会继续的来做这个部分讨论 我想这个问题啊 明天我会去教育你们 你们好好回去研究一下 你要给我一个正确 合法满意的答复才行 好 本席认为不是这样子的 什么原因呢 你免签是在后 你规定九十天是在三十天是在前 你后面改的时候 你们要同步全面检讨造成的呀 是不是这样的呀 你免签是最近我们才有的呀 一百三十二个国家 最近才决定的嘛 所以说你在里面有日本在九十天 韩国在九十天 表示我们商务上有这个需要 或者是两国有这个友善程度 不合 但是前面的规定呢 你没有全面的检讨吧 我期盼啊 我们所有的公务员 你任何一项规定 你要考虑到周延嘛 你要考虑到全面性嘛 你怎么说就给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他的制造一个困难 制造一个困扰 让这些侨胞 对我们国家的向心 失望 当然 我们不会受要求 但是他们合理的要求 我们为什么不同意呢 他曾经在前面 在这个礼拜二也表达得很清楚 你逼我们走投无路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 到大陆去 跟大陆入籍 一个就是在地跟韩国入籍 他说我们的先人 他的长一辈 辛辛苦苦到了韩国 不改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 坚持对中华民国的热爱 结果因为我们的制度 给他挡到外面去 这样子好吗 苏长这样好吗 我想我们会 真的会在仔细的在研究 因为这个的确您讲的 以前如果没有这么多免签国家 大概还不会比较出来 这样子看起来是不合理 的确是免签国家越来越多 这个是一个比较急的问题 你应该要一个全面的检讨 比对嘛 对不对 凡是不合理的 应该一次解决 照理讲 我们也当过参谋 你这些问题应该一次解决的 它是同样的一个性质的东西 怎么会说我是做这块 其他的问题我不去过问 等到那个问题出来再去面对 你制造的问题很伤脑筋 是不是 局长你请坐 我请署长 下面 刚才那个这个问题 等一下前面这个问题 我请问局长 你那个免签的那条 能不能拿掉 这个我们内部已经做了演绎 因为这个是要到部里头来做决定 我星期二的会议里头 我也报告过 这个不是我的职权就可以决定 好我同意你 那么我们内部已经朝正面的方向来思考 那么会做成这个正面的建议 将它拿掉 那如果部里面核定了 我们就可以做处理 不过我要多做一个说明 因为最近先进国家 很多给我们免签证的待遇 都是最近这三四年来 好那么这些国家都排除这些 无身份证字号的中华民国护照 持有人的试用 那我们虽然一再的做宣导 就是怕有些侨胞 还是没有注意到 那拿了这个护照 花了钱买了机票 结果到了对方的国家 才被原机遣返 造成他们金钱时间的浪费 所以我们才做这样善意的提醒 那么他们如果觉得有这个 这方面认为有这个不公平的地方 我们会朝正面的方向来做处理 好谢谢你 我们希望在合法的范围之下 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们希望对于热爱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待遇 好请坐 我想下面一张 对于我们这个所谓这个移民署 我们这一段时间的 你们我依据你们的这个资料 我想显示出来 最近我们的这个出入性的这个量 大量的增加 但是我们的品质 也能够持续的保持 这是优点 我想在一本资料里面看到 你们是全球第四是吧 对 这得来不容易 本系在这边 特别能够加冕 我们所有的同仁 我们要希望能够继续努力 但是我想 这是一个国家的大门 如果我们这个大门 有了输入 那就产生为安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防范 是我们认为不适合进来的人 进不来 不应该出去的人 出不去 这点你能保证吗 是 报委员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今年下半年 预计在12月开始建制的这个外来人口的生物特征辨识系统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安全的这个目标 因为如果所有人进来都有他的脸部的特征 有他的指纹 其实相对就比较安全 那当然我们会跟一些国外的这些反恐的资料库这边会有一些连结 所以我想这个安全部分 我们会尽量做到 那至于说服务的人数来讲 因为我们一方面要讲安全 另外一方面辩民服务 我们也不可偏废 所以的确这三年来我们大概从2500万人次增加到去年3495万多人次 就是将近3500万增加了1000万人次 短短三年时间 所以相对的确这个工作 您这边提到工作品质部分 我们当然我们也期盼如果能够再增加人力的话 绝对会做的会更好 因为毕竟这三年增加1000万人次 这个比例也远超乎我们原来所想象 我是在本需在此地加冕以外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不管是在服务的方面 品质的方面 器材的方面 人员教育训练的方面等等 永远能够坚持到底 谢谢 好 谢谢